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部分 表示若非要不是的假设语气 那讲到这个若非跟要不是 同学要特别注意到的是 它跟以前的与事实相反的逻辑是有点一样的 我们说若非你帮助我 我就不会成功 要不是你借我钱 我就没有办法买这本书 要不是你给我搭便车 我今天就回不了家 像这些所谓的若非要不是的假设语气 它只有两种情形 就是当初若非你帮助我 或者是现在你帮助我 我们总不能说 要不是你明天帮助我的话 我明天就不会成功 不可能去对未来说 你会帮我或者是不会帮我 所以说这个若非或要不是的用法 特别要注意到它只有两种 一种是与现在事实相反 另外一种就是与过去事实相反 那么我们现在就先来讲讲 这第一个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气 那特别注意到的 我们这边要讲的是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若非或者是要不是 那种表示若非要不是的假设语气 它也有另外一个特色 我们之前讲到的是 were 第一种 第二种是 were 后面接不定词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第三种 也是跟 were 这个逼动词有关的 也就是 were not 注意哦 我们说若非的非 它其实就是一个不的意思 要不是它本身也有不 所以说这个句型它最大的特色是在什么地方呢 除了它有一个所谓的连接词 一样的是用 if 之外 它的逼动词也是一样 与现在事实相反 我们逼动词用 were 重点就在于这个后面 要接上一个所谓的 not for 后面再接上一个名词 ok 这就形成了我们这个 若非要不是的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气 那另外那边呢 一模一样 也是一样有 were could should might 再加上一个 ought to 那当然呢 跟以前都一模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加上一个否定 然后形成一个否定的 后面再接原型动词 它的结构 跟之前的与现在事实相反 都一模一样 那此外呢 这个 if it were not for 后面接名词 这种若非要不是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介系词 来代替它 这个介系词 就是用 without 后面接名词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全部的 if这个连接词叫 it were not for 整个这些字 全部都把它省略掉 就用一个介系词 这个介系词是哪一个呢 就是用 without 这个介系词 那各位记不记得 without它的意思 也是否定的介系词 中文我们就把它翻成 没有过的是 在这边的假设语气 这个主要指句的 what could should might ought to 后面接原型动词 形成一个假设语气 那除了可以用 without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用另外第二个 那个就是but for 也是一样 后面都接名词 好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针对这个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 诺非 要不是 来举几个例子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针对这个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 诺非 跟要不是 来举一个例子 好我们看这个例子 if it were not for your help I would fail 好各位看到没有 他说这边 他说咯 if it were not for 好这边 要不是 不是什么呢 your help 你的帮助 那这边的 your help 它就是一个名词 对不对 要不是现在 有你的帮助的话 I would fail 各位看到 这个也就是 助动词 would 后面加上 fail 好那除了这个样子呢 我们可以试着 把这个would 用一个否定 来写写看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if it were not for your help I would not 注意哦 would not not是否定的 所以原本是失败 失败的否定 就是succeed 要不是有你的帮助 我就不会成功了 好那我们现在呢 再把这个 接系词 利用接系词 来造句 我们可以把 without your help 好也是一样 后面接名词 I would fail 好一模一样的用法 再把without 改成but for but for your help I would fail 要不是 有你的帮助 我就失败了 好那我们 我们下一个影片 我们再来继续讨论 与过去事实相反的 诺飞 要不是